哈囉大家好我是腳大 嗨大家好我是板娘 今天我們來聊的是2024年紐約馬拉松 那這場是世界馬拉松大滿冠每年的收官戰 要上橋過河四次 最後進入起伏的中央公園 那地形上來說呢 跟波士頓一樣非常的挑戰 而且紐約馬拉松是沒有配速員的 也跟波士頓一樣屬於非測驗性質 純粹競技的馬拉松 這種比賽方式變化很難以預測 也常可以看到很多PP不算頂尖的選手 比賽大半程都跑在領先集團中 有很多曝光的機會 哦對有看到四寶媽Sara Vo出來領跑 那個波馬跑出209的四名跑者 身井泳魔前半也蠻多鏡頭的 過了後半的頒獎台攻防戰也真的蠻激烈的 對啊不管是女子組還是男子組 都是最後階段才分出勝負 好幾位歷屆冠軍和衛冕冠軍都沒能再度奪冠 真的是人人有機會 能不能破紀錄不是重點 精彩的是中間的變化 那我們先來看比男子組精英先出發的女子組精英 那這次紐約馬的天氣大約是攝氏5-8度左右 風和濕度都不大 一出發就是韋拉扎諾大橋 是比賽最長波度最大的一部分 大集團以保守速度前進 可以看到衛冕冠軍巴黎奧運銅牌Helen Obiri 前年冠軍Sharon Locati 兩人在今年撥馬殺到最後拿下冠亞軍 再度對決仍然是這次紐約馬的焦點 那很多老手可能撥不了年輕時的PP呢 就會選擇紐約馬從這種不確定性很高的比賽 來試試看能不能以經驗勝出 這次真的很多超過40歲的沙場老將 像是世錦賽二連霸四座大滿冠冠軍的Ignaki Blaggett 2018年波馬冠軍Daisy Linden 禮約奧運5000金牌倫敦馬冠軍Bivian Chirrut 那這幾年來馬拉松第一線元年齡層似乎又往上提高了 記得10年前30幾歲就是老將了 那現在40幾歲都還沒有競爭力 不過好像女生比較明顯 好像是喔 那超過40歲的頂尖男子選手的確是少一點 那改天再來統計看看 那比賽中爬升最多的前5公里 大集團也18分16秒通過後 就進入一個中等速度的節奏 每5公里在17分半上下擺檔 那大概是2小時25分的配速 對於東飛跑者來說 甚至介於Rong2和Rong3 那也差不多是很多美國跑者PB的速度 那也看到三位38歲的美國跑者 四寶媽Sara Vaughn 2011年市井賽金牌 Janet Simpson Kaley Taylor 不只在集團中 還都有出來領跑過 Sara Vaughn大學還沒畢業 就和同屆田徑隊的隊長Brent 結婚生子 那排行第二的女兒呢 紐約馬前一天還參加高中越野賽 科羅拉多的決賽 真的是母女都可以一起練了 那大女兒18歲現在大一 也是一級大學的跑者 那中距離差不多是台灣紀錄那邊 那母女還真的常通常禁忌 還是伯仲之間 真的是很不可思議 也真的要很早生啊 才有這樣的機會 以現在東亞這邊的文化來看的 真的是很不可思議 那也看到瑞士183公分的Fabini Scaloup 在集團中非常的醒目 那巴黎奧運也拿下不錯的第16名 那大集團在下那個 昆斯伯羅喬斯呢 他還出來帶 那下了喬東飛好手能比賽才真正開始 配速從每5公里17分台進入16分台 而且是越來越快 按照地形變化速度變化也很大 大概上坡每公里3分30秒內 下坡會來到每公里3分10秒內 都是在上坡時集團有明顯加壓來做篩選 有能力的選手都非常的積極 而且即使是被動反應攻擊的 也很多追上去平行一起跑 而且不是攜帶後面 那這也是比賽中展現信心的一種方式 有時候後面加速追上來並肩 氣勢有時還反而更高 想到那個漫畫耐續子裡面的橋段 全國高中異傳 都有5個人齊頭並進 那有位選手使出最拿手的加速 取得幾部的領先 結果被大家追平 信心崩潰掉下去了 那就這樣一路篩選 來到最後5公里 只剩下3人展開頒獎台排位站 這邊的速度完全沒有再放慢的 Shila Chepurui維持高壓的節奏 讓衛冕冠軍Oberi 41歲的Chepuruit 真的只能勉強跟在後面 他們第8個5公里真的是這場最快的 可以看到Oberi用那掙扎般的跑姿 偶爾還是要跑上去平行一下 他的姿勢好像不累時也是差不多那樣 Chepuruit最後進入中央公園 又把配速拉到接近每公里3分整 才真的甩開Oberi拿下冠軍 2小時24分35秒 後半為1小時10分36秒 那最後10公里大概是32分半左右喔 那瑞士183公分的Svabini Scalouf 和美國四寶媽Sara Vaugh 分別拿下第5和第6 都是2小時26分台 都是水準之上 男子組的部分在配速前25K 和女子組也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劇本 大集團以保守速度前進 大概是2小時10分內1點的配速 那也一樣是東飛好手的Long 2到Long 3的強度 也差不多是集團中 飛翼以外好手的PB強度 看波瑪跑2小時09分 第8的市民跑者身頸勇摩 也常出來戴耶 不過他好像蠻怕冷的 7保5度的氣溫很多人都正常穿 他倒是穿的有點多 是 那他最後也因為失溫和失速 2小時27分晚賽 那可以看到50公里的世界紀錄保持者 美國的CJ Alberson 出來0跑的幾段 他三週前才在芝加哥馬中 跑出2小時08分17秒的PB 他今年還跑了多馬耶 2小時09分53秒 第7剛好是在山頸前面 嗯 他今年也跑4場了 奧運選拔第5樣是10分 真的是蠻穩的 但畢竟東非軍團還是另外一個檔次 在下昆斯伯羅喬什比賽正式展開 2022年冠軍Evan Chebet 發動攻勢把集團撕裂 那進入比較平緩的部分 是奧運金牌衛冕冠軍Taramitola出來加壓 那這第6個5K是不可思議的破2配速14分09秒 很快的集團收成到剩下5人 那也正好是這次的前5名 也正好過去世界冠軍都在這個集團中 再加上荷蘭的巴黎奧運銀牌 Abdi Nagui 看他跟喬神訓練夥伴Jeffrey Corolla 一樣也是穿NN N這兩年氣勢好像是走下坡的感覺 不過Abdi這次狀況極佳 第7個5公里他們仍然是以破2強度前進 那這邊奧運金牌Taramitola 逐漸力不從心掉出集團 看第8個分團他們進入曼哈頓石有變慢 畢竟25-35這段跑28分32秒 強度真的是有點大 即使是領先的也要稍微緩一下 那就感覺是最後是比誰掉數比較少了 紐約嘛上下起不是 最後也是在比誰的髖關節和大腿肌群扛得住 扛不住的話連下坡都很難跑了 真的是一條很熱的賽道 最後剩下 Abdi和Chabit在起伏的中央公園並肩前進 最後500公尺的Abdi逐漸取得領先 其實也沒有真的瘋狂加速 應該說是Chabit沒力向後退了 最後兩公里大概每公里三分內一點而已吧 所以是有點像高有氧25公里破二配速 10公里高強度 最後7公里看誰撐得住 對差不多是這樣 而前五名剛好也全都是紐約馬這五屆的冠軍得主 喔對 第六名的Corner Manz和第七名的Clayton Young 兩位是今年連續第三場以非常接近的差距 一前一後進終點 都是兩小時08到09分 那他們是陽百漢大學的隊友 畢業後一起在陽百漢大學訓練 現在穩定保持在美國馬松的前兩強 那Clayton Young呢也有開頻道分享他們的訓練和想法 看Corner每次訓練都很用力很猛 那Clayton反而常常跑到一半落後先跳車 但是又能好好的一起訓練 對比賽又很接近也是蠻有趣的 每個人的習慣的訓練模式都有點不同 也很難說他們兩個誰做得比較正確就是 或許這就是他們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和配合的夥伴吧 對一個人有伴然後拼命用力跑 那另外一個人呢 跑到一半感覺差不多了就放掉幫忙加油 然後比賽中能發揮自己的實力 這樣好像也還不錯耶 對對對 了解自己真實的實力和目標比較重要 對那個奧運金牌TOLA style說他明年想要挑戰世界紀錄 那這支比賽還是有感覺到奧運後的疲勞 其實最後幾公里都還能看到他在遠遠的背景裝 看起來真的是角力比較重力不從心的感覺 那體能水準應該還是有的 畢竟25-35公里加壓這幾乎都是他來帶 他的世界紀錄挑戰也會在柏林和芝加哥做一個選擇 那就讓大家拭目以待囉 那這次紐約馬拉松的分享就到這囉 有任何的想法和討論歡迎留言分享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不定角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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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